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您通过熊猫TV平台观看中国石家庄2018乔世碑中世八球国际公开赛中国区选拔赛TV台的比赛现场直播 大家下午好 我是苏新元 本场比赛对阵的双方是屏幕左侧来自黑龙江的球手吴振宇 对阵屏幕右侧同样来自黑龙江的球手张坤鹏 比赛采用25局13胜140分钟限时 双方轮流冲球 本场比赛是败部的复活赛 也是本次中国区的选拔赛最后一轮次的比赛 本场比赛结束之后 本轮比赛结束之后 将决出六位以败部胜者的身份 进击到正赛的选手 那么在今天上午通过比赛已经晋级的六位选手 他们分别是吴振宇 刘闯 王鹏 朱龙 来自山东的刘欣 孟凡宇 这几位球手恭喜他们晋级到了我们12号的正赛 吴振宇也是我们中式八球界里边的 中式八球界里边 为数不多的拥有世界冠军头衔的球员 他在2017年在北京密云的世界大赛当中获得了冠军 在北京密云的世界大赛当中获得了军 在北京密云的世界大赛当中获得了军 军的世界大赛中获得了军 去内军之后 跟北京密云的核前院暗中获得了军 在北京密云的敛选手上 在北京密云的安卷的中获得了军 在北京密云的西元 在北京密云的处理 高校被来遇到军 吴军被震中获得了军 在北京密云的新家所 如常激和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边发力啊 带开一下旁边的花色球 局面再一次简化 那这个案呢 15号就需要一定的准度 留一定角度啊 做六号球左侧 这颗花色球的左下方抵带 稍微立一些杆尾 这杆球 打包了 推进 尝试做球 走得稍稍有一些小 这杆球呢 如果现在勉强去打六号球的右侧中带 主球啊是有机会 从地盖横上去 从八号就左侧 去衔接五号 但是很难再去做三号 十秒 你怎么选择啊 延时 如果你现在做这个三号球的话 是有机会翻带的 但需要撬杆尾 影响出杆 是攻是手 还是打一个翻带 两位选手呢 在去 在去年的 青海西宁战 曾经碰面过 当时 战棍鹏 手感爆棚啊 这边大比分 战胜了吴振宇 这一次两个人在 中国区的选拔赛 最后一轮次 生死战当中又碰面了 白球有微微向右的角度 黄色迷你 这边是 黄色迷你 两个人在 根本就五个人 这边是 一路 内衣 有 三路 一路 一路 三路 一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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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球稍稍地走得多了一点 那你推过来入库的位置 要注意避开右侧中带的带口 推杆带一些力 没问题 第一局张坤彭胜 比分1比0 请不吝点赞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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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局张坤彭开球 比赛是采用25局13胜 张坤彭这边一上来就破掉了对手的冲球局 依旧是自己标志性的冲球 目标球呢进中带 主球撞到球堆之后反弹分离 但是有很强的自转 跟台泥摩擦之后停在球台中间的位置 这个是张坤彭标志的坤彭冲 上手可以选择花色球 15号右上方的顶带 9号球的左下方底带是一个开阔的下球线路 可以直接来去做左边的13号球 那这样的话我们看到整个的花色球的分布 唯一就是右上方右下方的底带上方的11号 稍稍需要一定的准度的衔接 这边就看有没有想法 直接低竿过来 有没有机会衔接10号 能力强的球员总能够通过一两杆的调整 就把整盘当中最有难度的球先处理掉 如果这个位置主球是微微向下的分离角度 控制好力量 推杆 好直 控制好力量推杆 因为白球距离库边有一定距离 小力推 右下方的底带 反向左边中带12号 正常推过来角度也合适 上去可以衔接11 这角度也合适 可以把9号球 如果角度大 可以直接上去 中低竿直接上去 做11 角度小的话 主球往回退一点 用9号球再上去做11 两种选择 中竿往下半个皮头的位置 带一些力 直接横上去 基本上就是白球跟11号球的这个位置替换一下 这个角度直接就可以做到9 而且有角度往上 合适就直接蹬上去 如果有角度的话 推竿再横抬 左侧边裤 一酷就可以衔接8号球 但是这一个啊 有难度 基本上替换的位置 角度也刚刚好 也感谢你 第二局 赵坤宝胜 比分2比0 开球青台 谢谢 第三局 吴振宇开球 开球时机 继续接到 没有球进啊 没有球进啊 直接过来 想的是过来可以球的啊 那这个 13号 赵坤宝也是 心里也知道 这13号球 现在再怎么衔接啊 都很难受 而且我们假设啊 用11跟14的 其中一颗 去调整到 左边中带上方的 这个球堆啊 也都是从下往上 就是从左往右去勾 去带 所以很难说 一下就把这个局面 完全解开 这个15号 基本上 张坤宝在心里面 想的是第一计划 就是留着备选 一旦对 一旦我的K球啊 K不到 或者没K好 拿这个当备选 现在又换了 这么着过来K 就是这样嘛 就是你去K过去的时候 很难出效果 除非是从左往右去勾 这么着正顶的话 对方的球 把13号全包围了 除非你力量特别大 还带一些运气 否则的话 就出现这样的局面 可是这一杆球 浪费了三杆 看6号有没有漏 本时段比赛呢 也是今天最后一个时段比赛 也是本次中国局选拔赛 最后一轮次比赛 想了解同时段的 比赛比分的观众朋友们 可以关注微信 公众号 台球圈有料 来查询比分 以及相关的赛事信息 别太强球 直接反勾一杆 现在就是赛事件 现在就是赛事件 赛事件 吴振宇这边 4号跟3号 在后面的协计当中 会不会出问题 争取啊 留一杆五号球 白球往左的角度 把这4带开 留到这个位置 那就是换打法了 白球在这儿啊 其实如果角度合适的话 4号就翻中也可以 嗯 但吴振宇选择啊 这球 走的有点多 别打了 就还是防守吧 但是你这么贴 虽然是做住了 但是 自己的球还是难啊 如果给你 如果说张贵萌 这应该没勾到 还好说 如果说能够解到球的话 你自己后面还是被动 非常漂亮的啊 这两窟抓得非常准 那我们看张贵萌解到了 那你现在 这个4号跟3号 还是难点 当然现在这个角度啊 白球跟2号球这个角度 是有机会啊 推杆啊 弹边裤 过去来K的 他选择了一个 他选择了一个 发力的小灯杆啊 还是重新调整角度 重新调整角度 那这样的话 那这样的话 吴振宇只是把 最后打5K球的机会 留到最后了 还是K的效果 不算特别好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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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低竿横抬 也可以发力持两脚上去 都可以 咱们打最有把握 能力强 三比零了 第三句张棍鹏胖胖 比分三比零 谢谢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第四局 张坤鹏开球 张坤鹏上来也在看啊 十三号球右边中带 够不够选 因为一上手十二跟十四 这个自然角度啊 还多少有一些冒险 过关了 中文字幕提供 这开始就推杆 可以稍稍带一些右侧的旋转 基本上主球的三点钟方向 用旋转吃两脚 左夹方的底裤 左边的边裤 上去 衔接十三跟十二的其中一刻 十秒 延时 就看带的右侧旋转多少 这种球就是用旋转去控制力量 顺赛是加速 反赛是减速 没问题 这一盘解开了 章管转换 第四局张棍彭胜 比分4比0 开球青台 谢谢 感谢 第五局 吴振宇开球 终于是有求尽贷啊 这一盘非常关键啊 吴振宇说什么这一盘也得拿下 要不然的话就太被动了 这一盘没有必要啊 去破坏球形 中干的推干 好球 可以低盖了往回退一些 小力就是底带 稍微带一些力呢 就是中带 第五局 吴振宇胜 比分1比4 吴振宇开球进来 谢谢 第六局 张坤鸣开球 第六局 张坤鹏开球 第六局 张坤鹏开球 好 如果没有太好的机会 可以最后用九号去衔接八号 咱们就看张棍鹏这边 有没有什么其他的想法 现在是有机会单独来做九号了 好球 如果打得华丽一点 低竿的左赛 白球从一号跟七号中间横出去 右边边裤出旋转 往上提 感觉张棍鹏把这九号就放到带口了 不管了 拿其他球来选择 他准度好 怎么选择都对 以他场上的判断为主 但是稍稍推的有些小 再往下走一颗球的位置 就是一百分了 这感觉还可以靠力量来拿捏 好球 好球 嗯 第六局张坤彭胜 一分5比1 开球星台 第七局 吴振宇开球 第七局 吴振宇 第七局 吴振宇 现在在其他场次的比分呢 赵如亮 3比1 领先小刘洋 杨帆 2比1 领先杨如 王云 0比3 落后吕欣 李博 2比1 领先包洪峰 于海涛 3比2 领先刘勇 以上比分呢 大家可以关注赛事的官方微信公众号 台球圈有料来查询 白球这个位置还是不算很舒服 达14 看你是直接借4号球定位 还是呢 带一些力 擦着4号球的薄边啊 往上来去走 还是借4 定位啊 那这杆长台能不能顶住压力 这杆球不需要走位了啊 只要中滴杆 把力打住就好 几杆球 9号球中带啊 如果有把握的话 稍稍带一点点的右侧旋转 主球两点钟方向 小海涧 做二维局 Frost 巴 滑 冲 。 冲 冲 。 第七局 吴振宇寿 比分2.5 开球生态 吴振宇寿 第八局 张坤鹏开球 比赛进行到现在 张坤鹏的冲球是完美的 总是能在自己的冲球局 保证非常好的上手机会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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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要考虑8号球的问题了 打13 不需要带什么旋转 控制好力 从下网上来勾一下 不算好 现在我们不知道15号球右上方顶带还能不能看得见 12号有没有挡到 你要进攻的话 刚才镜头给了一下 14号球的右下方顶带 好像多少被8号球挡住了三分之二的带口 选择防守的前提是 白球啊 尽量去往8号球的下方来放 力量不能过头 过了 张冯邦也是出现了本场个人在进攻上啊 第一次个人失误 1号igkeit 1号感入 1号怪兴 3号或是 3号盐 4号 4号 2号 1号 9号 5号 打三叫五 这地竿看着让人悬啊 打三叫 其实感觉8号球跟4号球这个角度关系 其实可以说最后用4号球去走8 左下方抵带 也是一个简单的选择 吴振宇刚才上来去做4号 用强低杆去做5号球 在打法上稍稍有一些难度 可以借9号球来定位 还是白球这个位置 也是破掉了对手的冲球局 第八局吴振宇胜 比分3比5 谢谢 第九局吴振宇开修 第九局吴振宇胜 这根冲球下了至少三颗球 但是白球停这个位置 不太好上手 看15号能不能单下或者借力 这应该很关键 进了就有可能将比分破进 不进的话 对手接管一个简单局面 10秒 10秒 这样 现在吴振宇这几颗球 全都是围绕15号球来做文章了 看这个十三号球啊 有没有大胆的想法 底库边库 去带开 好球啊 有一定效果 这条线路是8号跟5号球的中间的附近啊 十秒 延时 这关键球细位 解开球的角度啊 白球尽量地推啊 推过三号 干法不要太高啊 推过三号就是胜利 好球 那看来吴振宇这边是 把比分的差距啊 缩小到一局了 好球啊 就不用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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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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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舒服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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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性 感谢观看